前面這個是妹池 妹池旁邊 這邊是水鹿 你看 他在抹他的腳 因為他的鹿籠 已經在脫皮了 你看他在抹腳 他在脫皮了 現在變成鹿角了 取雷 Focus 距離上次來見貓斯 是7月12號 將近快一個月又來了 這幾天天氣都不太好 所以 不知道接下來的路況 是否好走 像我們爬山喔 呼吸 節奏是很重要的喔 節奏對了 順順走 自然而然去 走得很輕鬆 還有啊 不要一直問 到底什麼時候到 不要去想這個事情 這樣反而更累 建貓斯這段路 都是屬於 原始生理樣貌 所以 蠻漂亮的 而且走起來也非常良手 如果喜歡 這樣的景色的話 其實可以 來 走看看 8月10號 禮拜六 這是我們 一天的雜音點 來看一下我們的水位 哎呀 這個大概是在 接近大腿咯 今天是8月10號 一半六 第一天的晚餐 這是我們的白飯 這是高麗菜 炒開洋蝦 再來就是我們的杏鮑古早 青椒 這是我們的蝦餅 這是我們的鯉雞肉排 跟我們小卷 這是我們的 集菜工碗湯 從tomore podcast 紅茶 紅茶 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蔬菜粥 蔬菜鹹粥 這個 配菜 這個是我們的 鹹菜 竹筍 這是我們的 樹肉鬆 芝麻包 今天是8月11號 早上 7點50分 現在 左邊的營地已經整理完畢了 都一定測收了 有沒有 這個 千辛萬苦 終於到達我們第二天的 炸營點 這裡是哪裡 就不用多多些介紹了 現在下雨了 趕快去炸營 還有 這個鋤頭 跟鏟子 用完 請歸位 請歸位 很近 就在這邊 這樣片幕都搭好了 準備煮熱水跟薑茶 等待山友 8月11號晚餐 這是補燒雕 這是排骨 這是高麗菜炒高 海洋蝦 這是韭菜炒紅蘑菇 魚丸糖 出發 就拍動了 8月12號 8月12號的早餐 這是南谷堡 找我們的 黑糖門頭 紅蘑菇 還有我們的 紅蘑菇 尋出墨 OK 現在是8月12號 早上8點 列寮這裡的營地已經整理完畢了 現在準備下山 進出墨 Focus 今天8月12號準備下山了 這幾天都要下雨了 捲貓室三天兩夜 這會完成 Focus